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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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有人在春風問了 其實加入熱狗的人會這樣想嗎? 如果很狡猾,做政治,做政客 議會公民一早就不是選項了 我認真地說我擔憂 我覺得現在有部分的議會公民是會這樣想 我覺得是會有 事實上是會有的 簡單來說是甚麼呢? 就是所謂的仕途主義 而我覺得現在在熱狗裡面 有部分的人是有這個仕途主義的 是有的 因為對於我們這些老熱狗來說 我們是完全不明白的 因為我們是沒有這種想法 是 完全沒有這種想法 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是會有的 會有的也不是他們立心不良還是甚麼 那不是良與不良的問題 而是 因為事實上是 其實你們很難理解 你們如果追蹤了議會公民很多年的話 你是很難理解外人怎樣去看議會公民 外人有些人會對我們很想大偏見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很想大偏見 即不是大偏見 即是有些人會很想憎恨我們 有些人會很厭惡我們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是收共產黨錢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專攻擊民主派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尤其是經歷了兩屆的選舉之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我們的選舉規模是很懶惰巨大的 還有 他們會看到熱狗所有各樣的資源 還有 再加上有二血時報 他們會覺得 你們這班人是 很多事情搞 很多事情產出 那一般的人眼中很多事情搞 很多事情產出 就等於做得好 是 你明白嗎 我想說 我們做得好的人 其實是 不是很多 但是社會上是為數不少 而 再加上2019年 又拿到兩個區議會議席 而2019年 也是一個年頭 就是 你出來 出來趁一下 就已經是會 拿到知名度 爭取到眾籌 拿到資源 OK 而 他們對政治的認知也是淺 他們自然就會有個 覺得 做這個也不錯 現在才幫忙 接著做一做 我說做職員 做了一職員 我說選舉議會 選舉議會不難 這樣 對吧 現在大家都會 投 投黃色 對 對 選舉議會不難 四百多隻 就給了三百多隻 其實我覺得一定是會有 我的意思 相對仕途主義的想法 加入熱血公民的人 加入熱狗的人 是會有 不要說到熱血公民 不要說到熱血公民 只是說熱血時報 只是說熱血時報 接著我想說 interview的時候 告訴一些 interview的人 說 其實我們這裡 是沒有固定節目 廢 我想說很多人都 驚喜 看完節目記得 按讚、留言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 訂閱熱血時報